聽說, 今天我們來拍親子照 大小孩很難拍的 一點也不難 因為我們今天找了Emma寶寶 帶著她的爸爸, 康仔 康仔很乖, 來陪Emma 湊一下用什麼用具, 好不好? 來… 這邊 比較 下面 氣口? 喉息? 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什麼? 楊兆凱? 接下來的技巧 首先要跟小朋友混熟 因為小朋友有很多女孩 有一隻很冷靜 一定要令她跟你很熟 她就會願意展露笑容給你看 到時候你拍照就會得心應手 好, 你看得很漂亮 我覺得拿Bubble最好是用來做前景 但不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你不知道要吹在哪裡 沒有大風氣球是容易拍得漂亮的 我覺得她可以拿出來跑 頭姑其實是一顆星 完全沒什麼難度 因為大風雨不大風不影響到她 好, 先介紹今天的模特兒 我們的模特兒就是不說話的Emma Emma, 千萬不要說話 Torpe模特兒 對, 叫你保持旋律 不可以說話? 對, 保持旋律 不可以說話 你要球球 還是玩Bloon? 要什麼? 好, 不動就要Bloon, 好嗎? 我要Bloon, 太好了 好, 成功, 選了 選了 我喜歡你們有主見的女人 對, 我喜歡的 真的像爸爸 拍攝過程, 有一點混亂 除了頭髮之外, 其他也很混亂 救命, 我們的模特兒 攻擊性很強 攻擊… 現在她跟鏡頭在互動 你也不知道什麼 對, 還不拍 你應該說, 打我吧, 打我吧 不准, 你好嗎? 不准, 不, 留… 不准 今天拍攝小朋友的場面 兩個字形容是… 你… Emma比較跳脫 她這麼跳脫的時候 你就要很難捉摸 女生愛向 跟著Joey哥哥去玩 完全不理會爸爸 Emma, 誰是你爸爸? 是不是真的忘記了? 我不是你爸爸 你認錯了 雖然大家一樣這麼英俊 放下相機… 其實跟小朋友拍照有一點難度 因為小朋友會很容易 被其他東西影響 你就要不斷拿回她的注意力 Emma, 你舉起手這樣走過來 舉起手走過來, 對 麻煩管理一下你的表情 Emma已經是一種很跳柱的斑馬 是不是? 其實她是很跳柱的靈羊 所以不斷跳的時候 你的快門慢一點也拍不到 要拍親魚相這個題目 聽到我當然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是一種完全搞不定的事情 我覺得小朋友很難捉摸 他們經常跑來跑去 情緒波動很大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小朋友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會拍出來如何 Emma, Emma, 你看那拇羊 真的可以飛走 你拿著球, 又是從那邊跑過來 道具是有好處的 不過在一個這麼大風的環境 你看我頭髮都出了亂了 你就知道那個氣球 是要很小心處理的 夠了, Emma… Emma, 遠一點 回大陸了, 再遠一點 Emma, 去珠海了 Emma, 你別跑, 別跑過來 千萬不要跑過來 絕對是這個時候跟小朋友說 你先嘗試她說一番說話 看看她肯不肯做 她不肯做的時候 長期用反話就可以 大部分也可以 因為我女兒就是這樣 因為我叫Emma跑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光圈扭小一點 去到11、16左右 那就容易掌握了 因為那個景深沒那麼厲害 Emma的感覺就是 她能清醒, 也有她的動態 其實拍這些小朋友照片 最重要是拍到她笑得很燦爛 如果還要拍到的 就是爸爸和女兒的關係 我覺得這張照片 我比較滿意 大家好, 我是羅天宇 我今天來到屯門的公園 今天帶了一個朋友過來 好…妹豬 就是妹豬了 妹豬 你好 其實我可以跟你們坦白說 我今天絕對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因為基本上我們看著她們的出生 我想我跟她們是有些感情在這裡 所以再更加有那個感覺 濕了 Emma… 等等… Emma… Emma…等等 漂亮 好,你多一次… 很多球 她現在很乖 她肯定站著 不跑來跑去 讓天宇拍 太大風了 夠不夠大 不夠 不夠 要大得整個地球這麼大 那我打算拍那個時刻 就是那個泡泡一出 然後就拍她 但不是 她一出 一飛走了 她就走了 我去了那麼久 是拍不到一張照片 哇 哇 但是慢慢… 超好,好漂亮 我的模特兒離開了 我上次叫她回來,等一會 很開心,有小朋友 有人知道我的女兒去哪裡? 不好意思 在那邊被拐帶了 那個叫羅天宇 什麼?收蓋機? 是… 不能說的 真的會出門的 我今天抽到的指定道具 就是這個貓貓頭飾 那個小朋友是要我勸了很久 他才肯戴的一張照片 但是呢 因為我跟他說 我說 不如我和你一起戴吧 然後他就說 好,這樣 然後他就肯 我們使用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和他一起戴著一個貓貓耳 可以吸引到和他一起玩 拍照小朋友 最重要是 你要令小朋友覺得好玩 如果有時候真的要他擺姿子 根本上沒什麼可能 除非是專業期小朋友的模特兒 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是和他玩得穩妥一點 你想親爸爸嗎? 再擺姿子 再擺姿子, 擺姿子 耐一點, 不要太氣, 擺姿子 親爸爸怎麼那麼搞笑? 親上了遙遠的距離 每次親的時間其實挺短 只不過是短短的兩、三次而已 但是他也能掌握到那個時刻 我看照片的時候 我完全忘了Michelle是要用頭褲 因為頭褲在這張照片裡 跟草沒有分別 因為我的手機 畫出來的泡泡是比較小塊的 所以我就想 如果把它放在鏡頭的底部 讓它噴上來的時候 看看能否加到繽紛的感覺 好可愛 好可愛, 你說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海豚嗎? 這是什麼? 這是海豚 海豚嗎? 海豚嗎? 很多人說我跟妹豬相似 但其實最似是笑容 如果我看到這張照片 如果不是我自己的話 我會會悶心微笑 我挺欣賞這張照片的 我覺得這張是很好的 而且他也很善用到Bubble 剛剛又有一點Bubble做前景 又能掌握到他們兩位父女很開心 一、二、三 他真的有善用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道具 所以要營造到一個夢幻的氣氛 只不過是很雜面 就是這些位置會扣分 這個時候我們玩一個遊戲, 好不好 我們打氣球 妹豬打 因為接到這個項目之後 也有上網搜尋一下 一些新手的爸爸媽媽 如何拍攝小朋友 大多數是不太理會的攝影技巧 著重在如何捕捉小朋友的微表情 或者動作樂玩得最開心的一個瞬間 在下面低炒上去拍攝 模仿小朋友看這個世界 或者小朋友看大人的視覺效果 我覺得出來的感覺挺有趣 在於爸爸的角度 其實他脫了牙都是很可愛的 但是如果下巴比較低 然後笑容比較漂亮 那就不得了 而且那條泵士好像不小心進入鏡 構圖上會扣少許分 他又用這個道具 跟兩位主角有一個關係 就是他們倆一起玩氣球 很開心的時刻 這樣那些泵士會飛到角度那裡 好啊 好啊 今天是一個回憶 就是留給看他們日家人 我想看嗎 行不行 怎樣?我今天拍成怎樣? 你自拍的比較漂亮 不是的 其實你那張人真的不錯 我拍到我和大妹豬的笑容一致 小孩子真的大得很快 樣子都是差不多 但是你看到整個身形已經不同了 以前還沒走得 現在已經跑得了 以前不懂得說話 現在已經整段句子說出來 因為我以前在家裡也很少拍照 所以現在想拿回小時候的照片來看 也不多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是好一點的 因為你隨時手機都可以 直接拍到照片 但是當然如果是用相機拍的質感就差很遠了 我覺得是要拍多一點 前兩天我是問太太拿一條片 問我太太 問你太太拿那條片 那她發了一條一年前的片 那時候的妹豬很小 我經常跟我老婆說 拍多一點 妹豬快要長大了 她接下來就回幼稚園了 她不是寶寶 對於爸爸來說 每一個時刻都很重要 即使她在哭 即使她吃東西吃得很污漠 又或者是跌倒 剛好哭的那一刻 她大過可能跌倒就不會哭 所以對於我來說是拍多一點 最佳作品我認為是要自然 這張漂亮的, 你覺得嗎? 你喜歡這張嗎? 好 Emma選她自己的這張 一定是這張 要拍一些看鏡頭的照片 但又要自然很難 但是這張就好像剛好 媽媽叫小朋友和老公 然後一看她就笑的那個時刻 剛好又被Joy拍到高手 那我選天魚這張 我覺得善用的道具程度也用得好 你現在很開心, 你自己贏了 敗者?我選Michelle 不好意思, Michelle 這麼難得的時刻 但是在構圖上 或者光雨影方面的配合 做不到 我要退出這個節目 你打你 不要了, 我會有進步的 我一開始都說了 我是一個攝影的新手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罰這麼金的東西? 我怕黑了 我怕黑了 我怕黑上天就問你在這裡 我們沒有車送你走 不行 但是漏出去吧 你們忍心嗎?節目組 你忍心這樣對我嗎? 吧 謝謝 我幫你招待 我幫你招待 就是我嗎? 我招待 你招待 我招待 你招待 小姐 送給你生日快樂 那麼開心嗎? 18歲還給我 蛋糕也沒有,怎麼開心 怎麼搞的 原本準備了 吹就要穿了